好不好 經濟部現在轉彎了 醫院診所電價不漲了 之前醫院診所電價漲14% 所以八大醫療團體出來講說 為什麼我們要漲14% 賣煙的什麼工業 7% 我們漲14% 經濟部說我們是根據 委員會的他的原則 如果說用電量少了5% 營業額又少了15%就不漲 用電少了5% 營業額少了15% 兩個有一個就減半漲 然後通通用電額沒降低 營業額沒降15%的話 我們就漲14% 你醫院剛好用電也沒少 你們醫院用電用很多 然後健保越變越多 原來3000億 4000億 5000億 6000億 去年7 8000億 你現在9000億 幾億 哪有少 所以給你們漲14% 所以像王后衛他們就出來說 救命的 不如害命的 因為抽菸 對身體不好 所以一天 一天經濟不趕快轉完了 好 這個醫療洞漲 不漲了 那這個 好吧 既然這個洞漲 說餐廳也洞漲 花蓮的鋁樹葉洞漲 原來鋁樹葉都要漲的 煙草也恢復到14% 原來說7% 漲到14% 這個台電說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的 因為根據投審會的 他的標準原則 所以王后衛說 賴清的醫療團變成 煙草台灣了 這個煙廠漲漲比較少 醫療團體漲比較多 賴清一聽糟糕了 我變成 醫生變成煙草台灣了 然後八大醫護團體 就趕快發表聯合聲明 說你們查納雅研 很快 很好 這醫院經營很困難的 現在醫院賺錢的很少的 所以有一兩個私立院是賺錢的 公立院都靠停車場 跟靠地下街每次才賺錢 否則我們都是賠錢的 董事經會說 這名字決定 我們看一下 台電之前表示 之前累積到6月 可以損602億元 需要逐步透過電價合理反應 因此在電價費率審議會後 排版10月16號開始 今年第二度漲電價 產業用電調漲14% 民生用電動漲 說過對台電營收貢獻150億元 但除此之外 台電還要再爭取2000億元的補貼 也引來立委通批 根本是把人民當提款機 對此 立院今天召開總質詢 經濟部長郭智輝表示 2000億元的補助跟調整電價是兩回事 調整電價是反映目前的經營成本 補助是在回顧過去考慮民生撥補 價格都是低於成本 因此還是呼籲立法院能夠同意台電播布 好吧 這個伯義 是 聽講台電一開始公布 煙草製造業減免電費7% 煙草製品批發業動漲 然後醫療院所要漲電價的這個決定 我覺得怎麼瞎這個字來形容 完全不可思議 表示經濟部對於這個電價的問題 根本就沒有用心來規劃 相對應的配套措施 才會遵用這麼離譜的決定 然後被罵之後 我覺得轉彎很正常 因為大家不能夠接受 但是可笑才在後面 大家轉彎完之後 就馬上問經濟部長郭智輝 說為什麼你們要調整 醫院診所動漲的決定 他的回答是說 不好意思 價格都是由電價審議我原決定的 跟他沒有勘對 是他們定的方向 好 把鍋通通甩給電價審議我原 這還沒有結束 後面有台的後面 甩鍋就算了 他還要找替死鬼 因為洞長這個醫院診所餐廳的電費 導致台電虧損了數十億元 所以經濟部目前規劃要爭取 讓衛福部出錢 弥補這些醫院少收的電費 這種行為不就是我左手沒錢 拿右手出錢 結果還是花了我自己的錢 所以我覺得完全荒腔走板 不曉得賴政府旗下的 經濟部衛福部做何感想 這些荒腔走板的政策 我覺得最後倒霉的是誰 全部通通都是我們國民 然後最後我要講一個 合理的電價我絕對支持 但是什麼叫合理的電價 賴政府來講清楚說明白 不要應用一些很貴的綠電 然後因為他們哭說電價太便宜 這些東西對於民眾而言 是非常不公平的 好不好 電價一年漲了兩次 還要立法院給他2000億的補助 經濟部長說兩回事情 漲價歸漲 補助歸補助 老闆 我覺得博弈講得真好 台電公司真的是很可笑 他現在漲價的這個表 就像女人可調節的鬆緊內衣一樣 對不對 可鬆可緊 可脹可跌 而且沒什麼女人還有道理 他這個是沒有道理 就是說救命的 救命的動漲 害命的回到14% 天下有這種道理 你不是應該看他的這些事業單位 或者是個人 你看他民生不漲 產業漲 為什麼 就是民怨 因為民生的人多 投票多 產業沒差 你現在就是說毛利率高的 台積電要漲多一點 很多人都說那個外媒講 說現在這次電力漲價 台積電的毛利率都被吃掉了 哪有 台積電的毛利率是六成以上 這個電的漲價只吃掉 台積電的毛利率的0.4% 趙謙他這個邏輯 救命的不漲 害命的漲14% 台積電要漲多一點 你那麼好賺 很多毛三道四 利益非常茅勃 正在死亡邊緣掙扎的產業 你就不要爽 不是要爽嗎 范雲 對他女性的伸縮衣服 有什麼幹嘛 他已經在笑了 男女都可以穿深縮的衣服 真的啊 但是我剛才的言論沒有 違背性給人家 還好 還好 這輕微輕微 我們就澄清就好了 謝謝趙大哥 你看趙大哥都注意到要問我這樣 他想得我有一點插邊球 因為你特別喜歡開著玩笑 我想回來講這個店的事情 其實事實上我們黨的立委 也很多反應 因為醫院診所 其實醫療算是大家的一個 基本的健康需求 你說漲的話會影響到大家 就是去看病 什麼掛號費等等 所以我覺得就是不要漲勢好的 原本經濟部的邏輯是說 有些產業如果就是沒有賺錢的話 他要補貼 但是裡面的確有一個煙草 還有包含其他收醫等等 後來調整了我覺得也是大家的感情 不過回來講台電的問題 我覺得是一個還滿深的問題 我是主張說他補貼醫院 或者補貼Joy的部分 的確分開來讓大家清楚看到 台電真實的狀況 對大家的一個